108年度高国中小学应届毕业生县长奖颁奖典礼 因为防疫的关系而分区来办理 24号的上午9点是在凤林国小活动中心 进行了中区的颁奖典礼 颁奖典礼由县长徐真卫亲自的主持 并且逐一的颁发 象征最高荣誉的县长奖奖状 给中区的高中、国中、小学 共52位的县长奖得主 徐真卫县长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 凤林县投注大量资源在教育上 致力实践公平正义 建构平等学习环境 以用爱散播教育的希望种子的理念 缩小因城乡差距所造成的学习落差 建立科技教育中心 推动适配活动 鼓励青年出国 以读经、培养、好品格等教育政策 就是希望让学子有更加的学习品质 有更好的求职环境 毕业是人生一个新的前辈的开始 也是踏进不同的社会环境 以及在原文和尚要开始重新学习 将是最小的灰灰 其实在生教、营教的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小孩子的品格以及素养 其实从家、从幼儿启蒙教育 就一开始起离 而且非常非常地重要 所以光丽新政府在这十年当中 我们在品德、教育等扎根是非常非常注重 尤其无论此从零到二岁、二到六岁 乃至于进到小学阶段 二到六岁由各政政各社区 我们都不断地推动读经教育 到了小学正式启动读经教育 而读的是什么经? 读的是中外经典时期 让我们的孩子 在他的人生整个过程发展中 十二岁以前 在我们大量的储存资料的时候 在十二岁以前 赶快已经尽量帮他储存很多很多的讯息 并免累个获奖同学 在受最高荣誉县长奖的荣誉之外 更要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 感恩学校师长的教导 县长也衷心其勉毕业生 能够带着众人的祝福 并谨记师长的叮咛 持续努力 创造更辉煌的成就 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记者林杰凤林郑采访报道